自驾畅游一号滨海风景到三天两夜游系列 准备好收集沿途快乐了吗 今天我们要去的是泉州站 早上九点西街随便逛 走两部碰到的小店都是央视舌尖级别的 在这里不要问我哪家店好吃 你不亲自来尝试是永远不会知道的 如果说西街是泉州的半城烟火的话 那么时不宜妙语就是它的半城仙 下午三点开园寺 近距离感受海思遗址 和泉州千百年前的辉煌历史 接着打卡赐同城地标东西塔 历经千年仍毅然挺立 同时这也是如今我国现存最高 最古老的一堆石塔哦 上午十点青年山 这里被称誉为宗教博物馆的主展览厅 拥有现存最大的老子造像 著名的老子天下第一就出自这里啦 下午两点宠武古城 这座朴实厚重的明代古城墙 除了讲不完的千年历史 还拥有无敌海景 作为中国最美八大海岸线之一 不全方位游览 绝对就是一种浪费 早上九点 巡捕渔村 体验照丽颖同款的巡捕女造型 三大渔女之一的巡捕女 代表性的鲜花头饰 尤为特色 被称为头顶上的花园 下午两点安平桥 这是中国现存最长的跨海梁式石桥 是古代桥梁建筑的杰作 享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欲 都说送援中国看泉州 2021泉州已送援中国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心 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路 这里随处可见的遗址 仿佛在向我们讲述着一个个海洋商贸故事 也向我们展示着泉州曾经的辉煌 自驾畅游一号滨海风景道 我们的旅途还在继续